20多年前的网络还未普及,传媒主要还是以电视、广播、报纸和杂志等传统媒体为主 那时候的明星也不像现在这么高贵,不管你是多大牌,都得接受观众的评判和审视 甚至还有官媒发起最不受欢迎的明星评选活动,观众进行投票 1997年,杂志海上文坛就经过读者调查,别出心裁地评出了不受欢迎的十大明星 值得一提的是,评选的明星都是从当时最著名的明星当中选 所以即便是黑榜,没有名气也是没有资格入选的 如今再回看这份名单,上榜的全都是大咖,入选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 但都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观众的想法 本期咱们就来考古26年前不受欢迎的十大明星名单 看看都有哪些明星上榜和上榜的理由,了解那个年代大众对他们的观感 第十名,陈红 上榜理由,太过美丽,缺乏演技,向现文化馆演员 陈红曾经有着大陆第一美女的美称 她的美是东方女性美的典范 颜值巅峰期的她美得无可挑剔 18岁出演的第二部戏《聊斋》 在剧中她饰演连城 初见陈红用惊为天人来形容她的美也不为过 一个角色就让观众记住了她 凭借美貌实力出圈 1991年版本的三国演义 她在剧中出演四大美女之一的貂蝉 多少人被她揭开面杀那一幕惊艳的 因为颜值太高 陈红还一度抢了女主角的风头 比如水云间 女主同样是颜值巅峰的陈德荣 但是在陈红面前 陈德荣还是略逊一筹 陈红曾经说过自己气质高贵 饰演不了丫鬟 这话要是放在别的演员身上 估计就被嘲笑太自打 金巧巧就曾经说自己的气质 演不了村妇 被网友嘲笑了很久 但是放在陈红身上倒也不夸张 1989年版本的《红楼梦》 刚出道不久的陈红就饰演了 林黛玉身边的丫鬟 子娟 一经播出就被当时的观众吐槽 太不像丫鬟了 丫鬟扮相的陈红长这样 如果长相太美 演技又不是特别的突出 就很容易就冠上花瓶的称号 陈红就是如此 后来的李嘉欣也是 那时候的观众认为 陈红美是真的美 但是演技也是真的不太行 《三国演艺》播出时 就有观众吐槽 陈红演不出貂缠的风情万种 全靠农妆艳末来展示 演技更是十分生硬尴尬 毫无灵气 果然不管是哪个年代花瓶 都不太讨喜 第九名 拱力 上榜理由 没有偶像感 演戏非常不能令人恭维 只是张艺谋手中的一件衬心的道具 尽管当时的拱力 已经凭借多部作品 《名阳国际》 但依然被观众落平土 没有偶像感 演技差 说拱力土 当然跟拱力出演的作品有关 早些年拱力饰演的角色 大多是农村妇女 如红高粱的九儿 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等 在影片中 拱力的扮相都非常的淳朴 红棉袄 绿头巾 素颜 土里土气 多个角色的加持 强化了拱力土的标签 让他与洋气 偶像感无缘 而他之所以被看清 与张艺谋不无关系 拱力和张艺谋的恋情曝光后 就非议不断 而且他几乎所有获奖的角色 都是出自张艺谋的作品 观众觉得他能获奖靠的是张艺谋 不过拱力倒也不在意 用实力和作品说话 他从来都不是张艺谋手中 一件衬心的道具 他与张艺谋是互相成就的好拍档 即便离开他 他也能闪耀光芒 第八名 宋丹丹 上榜理由 仪表很吐气 塑造一系列迎评角色 都让人想起 那个咬牙切齿的 还难倒他吗 宋丹丹上榜的理由很简单 形象土 角色固化 在演小品之前 宋丹丹主要是演话剧和电影 是一个很出色的演员 转折发生在1989年 那一年 他被选中出演春晚小品 懒汉相亲 当时的宋丹丹并不想去 他的自传就提到 自己是一个搞艺术的人 怎么能去演这些矫情的角色 万一剧院的同事 看到电视里的自己 那还有脸吗 结果如大家所知 宋丹丹还是被说服上了春晚 一句 俺叫魏淑芬 女 29岁 至今未婚 开启了宋丹丹 20多年的喜剧生涯 在这之后 出现在春晚舞台上的宋丹丹 无一不是土里土气的东北大妈形象 辈分也是越来越高 形象越来越土 角色逐渐被固化 尽管宋丹丹在舞台上很土 但是现实生活中并不土 只能说是角色太深入人心 考古宋丹丹年轻时的照片 看起来还是挺时髦的 有一组剧照因为太颠覆形象 还被现在的网友夸视 迪士尼在逃公主 第七名 宋世雄 上榜理由 没有明星风范 现场解说语言尖锐 废话连篇 漏洞百出 一个电子管时代的播音员 很不适合当今的多媒体时代 宋世雄不是娱乐圈的明星 是央视体育节目主持人和评论员 他在体育解说界是泰斗班的人物 曾对国际重大体育赛事 进行现场电视广播解说和评论 他与中国女排也有着不解之缘 曾直播解说中国女排五连冠夺冠的盛况 他的声音代表了一个时代 宋世雄的解说风格 声音异扬顿挫 口如悬河 画面感很强 让人身临其境 不过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宋世雄的解说有人很喜欢 但是也有人觉得语言尖锐 废话连篇 漏洞百出 跟不上时代的发展 第六名 江坤 上榜理由 昙花一现 江郎才进 是山穷水尽的相声最典型的一个缩影 江坤是春晚的常客 22次登春晚 七次主持春晚 是宏极一时的相声演员 虎口狭想 电梯奇遇 捕风捉影 着急 楼道曲等作品奠定了江坤在相声界的地位 江坤之所以被当时的观众凭昙花一现 江郎才进 是因为与他前期高质量的作品对比 后期的作品质量逐年下滑 没有什么亮点 当时就有观众吐槽他 这人过了四十就不会说相声 梁佐离开后 他的相声再也不好笑了 而且最令人诟病的是江坤的作品很多并非原创 好几个是改编他人作品 而且还多次炒冷饭 像虎口遐想就屡次改版 作品质量逐渐下滑 还老是炒冷饭 也难怪观众要说他江郎才进了 第五名 倪平上榜理由 没有明星风范 现场主持过火 表现得像一名什么嫂 倪平五官端正 明艳大气 十三次主持过春晚 是那个年代无数男人的梦中情人 他的主持风格很感性 很容易共情 总给人一种热心大姐的感觉 同宋师兄一样 主持风格见仁见智 有人觉得倪平像热心大姐 就有人觉得倪平主持过火 太过煽情 动不动就哭 热情过度 太容易煽情 倪平倒是后来有回应过 他说自己在情感方面 就是特别敏感的人 特别经受不住温暖 也不是自己有多苦 就是经受不住触动 从小就这样 不过他也说 现在的自己已经在改正这一点了 虽然还是很难 他的方法就是把头转过一边去 不让镜头拍到他 第四名 维维 上榜理由 经常有利空消息 如偷漏税 霸言等 维维自出道后 负面新闻不断 先是和恩氏李古一的恩怨 闹得沸沸扬扬 二是因为感情问题 备受争议 而这次上榜的原因 最主要是因为 罢演和偷漏税 首先是罢演事件 维维自从爱的奉献 和亚洲雄风爆红后 商演邀约不断 但经常传出耍大牌 罢演的新闻 其中最出名的是 1996年的 恒店罢演事件 1996年 维维应邀参加了 恒店娱乐村举办的中秋晚会 但在登台演出前 维维坐地起价 演出费用 由原来的6万 加到10万 否则拒绝登台 主办方只得现场 给她凑齐了4万块 而维维也不顾 现场观众的热情和期待 当场在后台 一张一张的数钱 亮了现场 3000名观众 50分钟 杂志提到的偷漏税 网上没有搜到 维维90年代 偷漏税的相关具体资料 但是在2004年 维维被瑞典税务部门 指控偷税 维维的行为 放在今天就是被封杀的下场 也说明了不论在什么时候 耍大牌和执法犯法 都不受观众待见 第三名 毛阿敏 上榜理由 维维很多 官司缠身 毛阿敏是上个世纪 90年代歌坛大姐大 但是两次都栽在税务问题上 1987年春晚的一手思念 让毛阿敏爆破全国 之后商演不断 但刚走红不到三年的毛阿敏 就被爆出偷税 一份关于歌星出场明细的单子 清楚地写着他五天挣了六万 但报税时少报了四万 当时的说法是 毛阿敏的钱都是交给当时的男朋友张勇 进行打理 出事后 张勇逃往了国外 毛阿敏不知偷税的事情 有人选择相信 有人认为是甩锅 但是毛阿敏的口碑确实是下滑了 他因此沉寂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时隔几年 毛阿敏凭借一手渴望再度回归观众事业 就在大众感叹他终于要回来之时 毛阿敏再度在税务问题上栽了跟头 被查出少缴税款106.08万元 惹出了很多官司 按理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警生 有过一次教训 总该涨点心了 人们这次再也不相信毛阿敏所谓的不知情 更何况他的经纪人 在毛阿敏税务案四个月后 自已身亡 让这一切显得扑朔迷离 毛阿敏因为两次偷税 声名狼藉 跑到了国外 直到2000年补缴完了所有税款才回国 第二名 刘晓庆 上榜理由 有字号老娘天下第一 公开与前任情人之间隐私的嗜好 还没有因为税务问题进去前的刘晓庆 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最火的女明星 顶流中的顶流 她上榜的原因之一 是因为极度自信 狂妄自大 非常敢说 就连接受外国记者采访 被问到谁是中国最好的女演员时 刘晓庆也是脱口而出 说是她自己 不过要论起来 刘晓庆确实有底气和资本 作品 演技和奖项 样样没得说 属于中国内地女演员Top 更何况她还下海经商 生也搞得风生水起 别人夸赞是一回事 但是自夸自大 就太不符合低调谦虚的传统美德了 另一个原因是 刘晓庆的花边新闻多 两婚两离 绯闻男友一个接着一个 在思想还不是很开放的年代 很容易遭受非议 第一名 蔡国庆 上榜丽油 太奶油 奶油小生最开始形容的是唐国强 后来蔡国庆也获得了这个称号 在那个年代流行的是阳刚硬汉风 像日影追捕中高仓界那种类型 而长相偏柔美的 不符合人们的审美 蔡国庆长相白景 歌声也挺甜 说话也轻声细语 因而被观众嫌弃太奶油 当时有一名叫河东的记者发表了题目为 《甜歌星后死人》的文章 据说文章很刻薄 讽刺蔡国庆长相贺哥都太娇媚 这篇报道对蔡国庆产生了很大的伤害 明明自己是靠实力走红 但却因为声线和外形 被媒体和舆论抨击 那段时间 她把自己演出的视频 整宿整宿地观看 研究自己奶油在哪里 深受舆论影响的她 甚至不敢接性格偏女性的角色 霸王别姬的成蝶一一角 就曾找过她 但被她拒绝了 同样在黑榜中的刘晓庆 就曾认真地开导过她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公众人物就是要接受非议 但是蔡国庆过不了心理那道坎 随着时间的推移 蔡国庆才慢慢打开心结 步入中年的她也反思自己 没有过早释放自己 不应该被舆论挤压 但时间过去再久 太奶油的评价在她身上 还是能看到烙印 比如她希望现代的孩子 能有更强盛的阳刚之气 不过现在的她 好像已经不怎么在意 自己的形象了 常在综艺节目里 放飞自我兜乐观众 结语 二十多年前的一项评选活动 难过了影视 音乐和主持 让我们看到了 不同于今日的娱乐圈风貌 观众对他们毒舌 和苛刻的背后 是爱之深 看之切的心理 时过境迁 榜单上的人 有的风流云散 有的仍笑傲 成为行业的中流砥柱 令人唏嘘 赴海上文坛评选简报图